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你进 来 进来吧 你们俩 关老师 孙老师 我都跟他们说了不用客气 可是他们非要当面道谢 竟然出院后来回来了 他就成快追死儿子 你看 干吗还那么客气啊这 苏太夫 这次要是没您的话 我妈肯定就真没了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啊 还有您 卓大夫 昨天啊 我一来就开始麻烦您 真的是不好意思 谢谢啊 您可别笑话 我们这虽然有点老套 但我们非常真诚的 这 你们必须得收下 收下 收下 这一线心意 这么快就做好了 这 对面买的吧 多少钱呢这是 是 一百八 贵了 他卖本地人都一百五 找咱去 是吗 没事没事 这是我们的心意 您可一定得收下 收下 收下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那行 那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好好照顾老太太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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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慢走啊 这老太太现在什么情况啊 心跳呼吸有点慢 其他的还好 其他还好啊 不好你就麻烦了 我才知道 那昨天老太太是她接的手枕 你让我怎么说你了 主任 出事了出事了 你要的 陈贵局的病例 出什么事了 外面打起来了 你快去看看吧 那边吵起来了 都闹起来了 走 快走 苏大夫 那个孙宝珠已经出院了啊 真的 哎呦妈呀 那九号床空下来了 哎呀 你就别打九号床的主意了 那还一斗牙呢 走 咱俩看看去 哎 不是让我一个人去 一个人就一个人 你说话八好不了是不是 你这我爸好不了是不是 不是 这是干什么啊 哎呦呦呦呦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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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别冲动 别冲动 好吧 别冲动都别冲动 松手松手 我是这儿的主任 咱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不好 松手 哎呀咱 咱来医院干嘛的 咱来看病的呀 你看病 你不就得听医生的建议吗 这医生肯定是为患者负责任的呀 少来这套 好听了谁不会说 我爸万一出什么事 谁负责 老爷子正在流血 他正在等着抢救 你说这要是耽误了治疗 你说谁负这个责任呢 你要是真为老爷子好的话 那咱 那手术 手术单呢 咱先在手术单上签字好不好 咱别影响了抢救 手术要紧 赶 赶紧送手术 自我签了 但是我爸的手术 必须两个手术一块做 我懂你们少蒙我 怎么会蒙你的 我们一定选这儿最好的大夫 来给你们家老爷子做手术 好不好 我不管 只要是两个手术给我一块做就行 行行行行 好好好 来 好 我告诉你 我知道你多收我们这一分钱 我弄死你 快 走 走 走 怎么会呢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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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出去等着好吧 行了 行了 干吗呢你 跟他会支什么气啊 现在咱爸的病最要紧 就是啊 手术完了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不好 来来来 孙老师 这咱们走了 是啊 这怎么石膏都没拆呢 你说这不疯了吗 那不工地当然也赔偿了吗 还没落实 都是钱闹的 他怎么把这留下来啊 什么时候再来医院赶紧还给他吧 小豆芽呢 那就挪过来吧 行 早点 主任 我这儿有事啊 那个 我就是来跟您问声好 那 那您继续 再见 坐下吧 主任 这个老太太 血压一百八九十 我忽略了 我只关注了她上腹疼痛 就开了一点口服的僵压药 你复答 你说的是这个陈桂枝吗 对 我应该先给她做个新电图 看看她心脏的情况 可我忽略了 后来我又觉得是极性离线炎 就用了盐水和消炎药 坐下说 你站起来 血压一百八 你给用了盐水 应该用糖水 用盐水会造成血压升高 是我疏忽了 主任 我知道 我犯了这么低级 又严重的医疗差错 这 差不多 都属于医疗事故了 今儿那老太太要是没救回来 我 我真是 为什么不找那颗二线过来会人呢 我找了 可是他们来的时候 我都处置完了 主任 我认罚 血压一百八九十 你不做血肠规不做心电图 患者上腹疼 你不找二线大夫过来帮你确诊 你仅仅凭着患者 尿淀粉没高了那么一点 和胆囊扩张 你就判断是极性移线炎哪 你给不该用个盐水的患者用了盐水 造成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更高 还漏斩的灰植命的心梗 主任 既然你判断是极性移线炎 为什么不赶紧收支入院呢 就算他不是极性移线炎 那血压高到一百八了 为什么不赶紧降压 就算不是心梗 那持续升高的血压 也会造成患者脑出血的风险 是不是啊 是 是你还真要做 谁叫你呢 骆主任要还在的话 你觉得出了这个事他会怎么处理 会停职 开除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主任 应该不会 事先让我辞职吧 哭什么呀 哭能解决问题啊 人以为鉴 行了 这事别再出这屋 走吧 主任 主任 要不要我帮您把午饭打回来呀 张院长啊 这么快 太好了 行 谢谢张院长 谢谢张院长 我马上过去 你 你通知苏大夫 让他马上去会议室 参加小豆芽的会诊 是 总理 这没想到这么快怎么安排会诊 吃饭了吗 吃了 你呢 走路段他找我了 猜到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事 我跟你说啊 急诊室现在缺人缺大夫 我跟你说话嘛 现在很多年轻大夫 都不愿意干急诊 谢谢您了 对于今天早上 让你母亲出院的事 我表示道歉 不不不 这是我们自己要求出院的 跟人待会儿没有任何关系 对 我想了解一下 昨天晚上给你母亲看病的 第一个医生是谁呀 第一个 是左医生 就是刚才带我们来见您的 那个年轻女医生 怎么了 没什么我随便问吧 好 然后呢 然后她就给我妈开了点加热药 叫 倪福达 就这个倪福达 然后就让我去找姜医生了 先是左医生给你母亲看的电子 然后她带着你们又去找了姜大夫 对对对 她俩态度非常好 我们挺感激的 是 好好好 观主任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还有会 走 走 好了 再进来 走路 走路 找过你了吗 我必须得了解清楚 那个 那上面不就是走路一个人的村民吗 直觉告诉我 这个错不是走路一个人犯的 你看 果然还有小姜 他们俩都是刚拿到厨房权的大夫 咱俩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你正因为刚拿到厨房权更得把好关 这第一步很关键 你不也总这样说吗 反正得要慎重处理啊 从片子上看呢 瘤子是肯定的了 但是究竟做不做手术呢 我们也吃不准 希望各位专家帮我们拔把关 张院长 计创 来来来 给你介绍几位老前辈 何主任 这是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 卫主任 李主任 卫主任 这是肿瘤方面的专家 你好 冯主任脑外科的专家 你好 冯主任 你好 你好 这位是我们 刚刚上任的急救中心主任 观济周 观主任 现在这主任都这么年轻啊 有前途啊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急诊室的副主任医 苏丽大夫 老师们好 你好 你好 周医生 我还有点事情要紧急处理一下 要不你们这儿先进行着 好 让苏丽大夫介绍 你去吧 孩子的情况 我们初步有了了解 应该是儿童形形细胞瘤 而且是多发性的 虽然是初期 但是这个病理预后呢 大家都知道 有没有必要做这个手术 我看哪 还应该尊重家长的意见哪 孩子的血氧含量一直在下降 这和总是说没关系 是啊 所以我在想 孩子身上固着脑子某个地方的血管 一定是被拴塞了 那苏大夫 你的意见是 我还是想给孩子做手术 被摘除肿瘤的同时 找一找脑血管有没有被拴塞的地方 那怎么找啊 好 药平 关主任好 关主任好 关主任 你这第一天上任 交接班的时候也太有问题了 交接班的时候怎么着也得 稍凉晚会儿 意思意思 什么一晚会儿 两晚会儿的 别闹 啥事 啥事 你刚才不含我有事吗 张晓然呢 张晓然下野班了 我现在找他有事 我不管他下不下野班 你让他马上去我办公室 什么事那么严肃啊 本身麻烦你快点啊 得性 火还上我这儿来了 小心我把你考虑 看什么看 赶紧干活 好 这病人怎么样了 稳定了 就是没床备 来 再来人检查怎么办 我告诉你啊 病人除了中毒性休克 还有肺炎糖尿病 按说呼吸科内分泌科感染病房 甚至SIU都能接受 凭什么非留在我们这儿啊 可咱不能不管哪 管 还得好好的管 做事有始有终啊 你个臭小子 这儿呢 你又躲在护士休息室睡觉 是不是 我向毛主席保证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太累了 太困了我走不回宿舍了 姐 你让我再睡会儿啊 关主任粉说了啊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啊 以后就可以不用来了 干脆脱了这身白大褂 回家给你的当官的爹说一声 可以彻底回家睡觉了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反正他找你 态度还挺严肃 快去吧 好 呼吸哥孙主任 我急诊小关呢 关记中 是这样 我这儿呢有个病人 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 可是没有床位 你看你那边 这个人已经抓活院了 可是现在他 缝 缝缝缝缝 你怎么不让我 问我儿科去 不是 庞主任 我急诊关记中啊 我这儿现在有个病人 一个床位都没了 是 特别满 你看 咱那个传染科那边现在 儿科 这还真让我问儿科呢 不是 关主任 啊 急诊外科我问了 我知道 甭说了 没床 有床 有床 毕竟我连劲 是急诊外科的主治医生 你哪儿面子都给 行啊你这康师傅 学生班的时候我请你啊 地儿你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不认着你吗 你是那个 医药代表薛大成 我见过您老来医院 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耗住 不用担心 急诊室 缺人 关主任 您找我啊 你休息得怎么样 很好 主任 我知道错了 你哪儿错了 今儿是您上任头一天不是吗 开交班会的时候 我不该肆无忌惮地 把腿放在椅子上 没给咱科雷起一个好头 今天早上出院的那个陈桂枝啊 你坐来 今天早上出院的陈桂枝 他又回来了 我听说昨天你参与了接诊是吧 我想知道当时的情况 昨天 昨天我刚接班 这个患者是左落带过来的 说口服了一些疆癌药 当时患者一直在说自己上腹疼还恶心 我就让他做了一个肝胆壁钞和血肠龟 都没什么问题 后来又检查了尿淀粉煤 有点偏高 所以我诊断是急性一线炎 是左落给病人手诊的 然后他带着病人找到了你 最后你给下的诊断是吧 那这个病历上 为什么只有左落医生一个人的签字 因为 主任 因为当时患者太多了 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 所以我口述的 左落下的遗嘱签的字 我知道错了 以后这事不敢了 小江嘛 江医生 咱们是手诊负责症 谁签的字咱就找谁 按理说找左落一个人就行了 况且他也一直没有说你也参与了诊断 现在情况都清楚了 行了 不过我希望要引以为戒 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好不好 是 主任 一定的 我向您保证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我向您保证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主任 刚才您说 左落就一直没提我 没有 太多意思了 小江 你这个地方我怎么看不明白啊 这原来下的什么药 抗炎瓶是吧 那怎么给化掉了又改成阿四眉片呢 这抗炎瓶是我说的 阿四眉片 左大夫改的吧 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啊 这两种药 药效一样啊 左落改的 我没事了 你去把这个手放进去 我还要把这个手放进去 你还要是一样好吗 你还要把这个手放进去 你还要把这个手放进去 一月以来佐洛的治疗记录 你给我整理一份 送我这儿来啊 马上 手术非常成功 太好了 但是因为急诊没有床位 希望你们转到骨科区 好吗 不是 还有 刚才据我观察 她的腿部没必要再做第二次手术 真的 真的呀 太好了 我们 太好了 太好了 刚才那个 没关系 都是年轻人嘛 可以理解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爸 三叔 没事啊 没事 你说呀 你说呀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 你给我个解释 你说 骗子 我再也不信你了 骗子 别跑啊 骗子 骗子 你胳膊上还有针头啊 骗子 我大不小心点 真的 真 怎么了 这男孩滴血糖会迷入医院 然后滴了葡萄糖了 现在张开大嘴 传气不会说话呀 别碰 别碰 我知道你不爱我 没事 咱俩分手就是了 再见 妈 看着我 完了 哎 啊 完了 文杰 我爱你 文杰 快快 我 爱 你 嗯 д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我爱你 我 冯儿 你刚才说你爱她她听到了 你现在自由了 去吧 好 文静儿 文静儿 王大夫 继续 下把头绪 拿着 来 把这儿刷了 看什么呢 多可爱的小姑娘 听你这语气好像意思不太对 是 刚刚检查出脑部有肿瘤 心状细胞瘤 她父母知道吗 现在还不知道 而且 由于肿瘤的压迫 现在脑子里有血栓 脑水肿在家中 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她 怎么说呀 这么小的孩子 那也不能隐瞒 是 而且现在还不知道 和这个血栓在什么位置上 刀牙 好 这么冷天带孩子在这儿玩啊 我们就玩一会儿 几分钟就回去了 是 一会儿就回去了 这孩子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可爱在外边玩了 刀牙 你在干吗呢 他 谢谢 谢谢 孩子不懂事 没事 没事 走 大夫 这孩子要是没事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出院了 是啊 还不能走 因为这个孩子 我觉得他们有权利知道病情 是这样的 孩子脑子里有肿瘤 是吧 有肿瘤 而且发张很快 现在两个地方都有 还有血栓 那怎么办啊 需要马上做手术 这 先别太着急了 现在专家正在给他组织会诊呢 在哪儿 会诊 苏大夫 我投赢你的手术方案 我去说服他吧 不是 这 大夫 大夫呢 别急 别急 这不大夫你正在想办法吗 行吗 豆芽 他 你来了 是吗 任长好 大家好 我是那个急诊科主治医师王小韩 我同意苏大夫的观点 给豆芽做手术摘除肿瘤的同时啊 去寻找脑血管中有没有双色 这也太危险了吧 手术方案呢 术前做脑血管造影加三维重建 争取找到血栓的位置 然后呢 术中摘除肿瘤去除血栓 但是如果在术前找不到血栓的位置 那我们就是在摘取肿瘤之后 术中再做一次脑血管造影 这肿瘤血共丰富啊 很可能这个造影就是阴性的 而且我们术中还要再做造影 万一 我说的是万一啊 万一这个血管痙攣 那么整个大脑就会失去血共啊 对啊 这么恶性的肿瘤 本来恢复就非常渺茫 术中再出现问题 那可就是老死亡了 是 你们说的都对 但是如果这个手术不做的话 痘牙就会掀死在血身上 开玩笑吗 这不是 怎么能拿孩子当电脑啊 想开机就开机 想关机就关机啊 万一要是下不来手术台 怎么对家属交代 搞不好啊 又是一起医疗诉讼啊 方医生 嗯 这种手术如果做 也不会在你们极简的范围里做吧 那当然 您说的对 所以在座的全都是专家 这个手术啊 就请脑外科的专家来主刀 我在旁边当助手 实在不行的话 我可以旁听 在旁边看着 你啊 哎 这个胆子也太大了 手术的胜算有多大呢 我们不能做探究式的研究 我们需要的是精准打击 进来吧 病情 刚才两位大夫 都跟我们说了 那我们研究了一下 如果手术 治愈的希望非常渺茫 极有可能发生的是 下不了手术台 患者的肿瘤已经扩散了 风险总体大于治愈力 再说 至于这个咱们手术中呢 要做这个血管的造影 这个风险更大 究竟做不做这个手术 患者呢 是急诊接待的 我想 还是问问关主任的意见吧 他 小豆芽 他 回流关吧 关主任 不做这个手术了 准吧 要是今天晚上孩子 回流关 请大家 来 走吧 怎么了 怎么还在这儿啊 没送过去 别提了 关主任 对不住了 我连接给找到张床位 我刚推过去就被人抢了 所以 所以就推过来 你这个连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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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雷大夫 继续留官 走吧 主任 豆腰的手术我来做 我保证 只给他切除肿瘤 血伤我就不找了 现在最关键的不是手术 我知道 是确保安全最重要对吧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 你不愿意面对那么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就这么死在手术台上 我告诉你我也不行 但是关主任 如果他今天不做这个手术 也许下个月约你今天他就会死 主任 你们别这么了 我们不做手术了 为什么 我跟豆腰的妈 我们俩这一辈子 还是都在赌 赌了婚姻 又赌了孩子 我们没有勇气再赌下去了 既然都是一个结果 我们就想 让孩子快快乐乐地 活在最后一天 等等 谁告诉你 就只有一个结果 你们既然有勇气剩下他 为什么不能再赌最后一次呢 王大夫 没吓着孩子 不是 听我说 就赌最后一次 我来做手术没问题 我来救他 行吧 我呀 我要救你 他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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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输不起了 行吧 杜严 来过这个世界 他是个好孩子 他会记得你们的努力的 等等 走 小豆洋 叔叔是个大笨蛋 叔叔没本事治好你的病 别怪叔叔 他 再见 我是不是很无能啊 老主人要在的话 这件事情就不会是这样 您不务能 您是这个 作为主任来说 您处理的是面对局道 来 拿这个去交费吧 左洋 你在这儿呢 找你万天了 你真好 从来没有想到 你会对我这么好 你奇猛了吧你 你竟然用你的职业生涯 来为我做挡箭牌 在这么严峻的行程下 都没有出卖我 你简直 什么出卖不出卖的 我 我这当时就没想起你呢 再说了 那兵力上都是我签字 我就说了我有个屁吗 主任 主任 做什么 这是你给陈桂枝开的处方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上面滑掉的是什么药 抗炎瓶 抗炎瓶 这江大夫当初下的医嘱 下的抗炎瓶 对吧 对 你为什么把它滑掉又改了 我觉得 学的用阿斯霉片 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更好些 对 你问我呢 咱们临床了都知道 这抗炎瓶和阿斯霉片的药效 是一样的 药效一样你为什么要改啊 这是这段时间 你接诊的患者啊 你给他们开的病历 这里边大部分你都用的阿斯霉片 怎么回事啊 你拿多少提成 我没拿一分钱的提成 有人让我开这个 咱们医院好几个医生都知道 有人打过招 招呼我 谁打招呼的 谁呀 我平常都是这么教你的 对病人看错病 拿提成 现在还不说实话 我现在是在帮你 你这种态度我怎么帮你 我真的没拿一分钱的提成 也可以去调查 也可以去问 我诊断上的失误 我承认错误 但这事 但这事我真冤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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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了 呢 我哥我是冤枉你的 行了 行了 先回去了 等他处理 主任 你不是说 这事不出这屋吗 别 tomar 那得看什么事 主任 您忙完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别逃避了 学生这儿我看过了 这是加拿大蒙特利亚 医学论坛会的邀请函 到时候英国啊美国啊 好多国家的专家都会去呢 邀请您去 我 这 这么好的事 我还真去不了 对不起 我这儿太忙实在做不开 谢谢 谢谢 主任 真是大型 你的好意我心里不大 我真的去不了 关主任 关主任 老薛薛大成 主任 您别见外 这买不成人意在 是吧 您可以不去 那您要不收下 这白河回公司 真交不了差啊您说是吧 他 他是你的这 我换了一新公司 这次出行的全部费用 您不用担心 阿斯没骗 我们心里公司全部负责 你看好不好 阿斯没骗 对对 他是我经理 薛大成啊 我告诉你啊 你马上给我走开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再也不想听到 阿斯没骗这几个字 走开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说就要急了 走吧 好 好好好 好的我们已经安开了啊 好的 喂 好 知道了 好 小平 关主任好 关主任好 都忙着自己的吧 小平啊 你通知所有不忙的医生 到办公室开始会吗 现在啊 现在都忙着呢 就三分之五 好了 走 嘿 活很腻啊 活很腻啊